2019年5月14日,随着美国对俄罗斯武器制裁法案开始执行。 印度采购俄罗斯五个营的S400防空导弹,已经进入到了交货时期。 美国方面却表示,美国不会试图破坏俄罗斯向印度供应S400防空导弹的合同。 但是美国可以提供作为俄罗斯武器的替代品。 美国向印度提供了THAAD弹道导弹防御系统,和爱国者防空导弹。 美国意思很明确。 印度可以采购S400防空导弹。 买爱国者甚至THAAD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更是可以。 印度竟然看上THAAD。 显然,美国看印度不理会美国制裁后, 开始阻击印度后续后续采购S400远端防空导弹意图。 并且这一次提供了世界第一款弹道导弹防御系统THAAD。 而如果印度装备THAAD系统,那么将成为继美国第二个,海外第一个正式装备THAAD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国家。 美国这可是对印度压了大注,下足了本钱。 面对驻美国大订单,印度国内方面表示,已经无法再次拒绝美国了。 而美国也是掐准了印度多年来采购武器的心理。 只买最贵最好的,不买适合的。 而印度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。 但其采购量,居世界首位。 所以世界各个主要大国、强国的主要军事装备供应商之间的竞争,在印度市场尤为加剧。 印度市场中,俄罗斯主要竞争对手是美国人、法国人和以色列人。 印度暂时不会放弃S400防空导弹。 美国高层向印度提出了两个防空导弹系统的采购建议。 美方认为自己是好意。 因为如果印度继续执意采购的俄罗斯S400防空系统,印度将会被美国的法律制裁。 从本质上讲,美国正在遵循类似打压土耳其采购S400防空的导弹供应路线。 印度S400防空导弹,被视为俄裔最大的军火订单。 但印度方面,看似对美国提供的THAAD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动了心。 印度采购THAAD弹道导弹系统的缺卸成本尚不清楚。 但根据THAAD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造价来推算。 THAAD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阵地安装、保障,都需要花费30亿美元左右。 沙烏地阿拉伯,在2018年11月,与美国签署的采购协议。 以150亿美元的价格,向美国采购THAAD弹道导弹防御系统。 但后来因为价格昂贵,沙特和美国这笔交易没有音讯。 THAAD,能帮印度干啥呀? 反观,印度采购的五个赢的俄罗斯F400防空导弹, 印度支付54亿美元。 对于美国而言,从俄罗斯手里抢下印度防空导弹的胜利, 将意味着美国正在实施其战略计划, 旨在推动美国和印度关系的发展, 并将一度拖入其势力范围。 从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公布的资料来看, 美国已经达到了这一幕。 2009至2013年, 印度对俄罗斯军事装备的依赖率为78%, 而在2014至2018年期间, 降低为58%。 印度空军5月12日在美国接收的阿帕奇五值。 对此, 俄罗斯专家谢尔盖·鲁涅夫表示, 在过去的两三年中, 印度在军费开支方面排名世界第五。 事实上, 印度武器采购费用占据了更高的位置。 而就全球武装部队的实力而言, 印度排名世界第三, 核弹头的数量世界第五位。 专家回忆说, 俄罗斯一直是印度的主要军火商, 印度也是世界上武器的主要买主。 印度占21世纪武器中, 俄罗斯武器出口总量的近15。 印度市场巨大, 但对美国人来说, 俄罗斯真正失去了一些武器出口品种。 例如军用运输航空, 俄罗斯的主要竞争对手是美国、 法国、 以色列, 但美国人的所有尝试, 会让我们无所作为。 包括打压F400防空导弹。 俄罗斯专家说, 俄罗斯专家说,